荒西奇才 永革天空 商业电台通别 我们的宗师 你我 各位听众 我和你们维教了很久 我硬碎退休 但不过退而不休 时时还在电台、电视、电影、报馆等 都是客串客 只是别人给面子 我就是你我 我是萧商女士 各位听众 昨天说到 你记不记得我这个开卷语 漫长岁月中 商业电台出现过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和声音 而当中不可以不提的 就有一人港股 以天空小说文明天下的你我 和他的太太 有伦理小说之母称号的萧商 今日一代宗师 荒西奇才和我们永革天空 就让大家用声音怀面这位波音皇帝 我呢 就唱歌、演戏、玩音乐 如果我不懂这三样东西 就死了 哪有饭吃呢? 在海角洪流 广州有一间海角洪流 就是游泳铺 游泳铺有一间酒家 我唱歌、演戏、演戏 刚刚和平 风行电台台台长 即是老板 看到这个小孩很聪明 那些伙计说 是广告、编曲、做小生 全部他一脚踢 他使用一个节目主任 叫董兴佳 问我去不去电台港股 我一口拒绝 我说我这么年轻 那时候我24岁 这么年轻港股 我猜不猜不猜不猜 我现在正在演戏 谁知道过了8月15日 那些海角洪流在海 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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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饭吃了 就去风行电台 打电话 请不请我 董兴佳司 那些董兴佳司 现在就不知请不请你 谁知道台长李岳知道 是否李岳 李先生 你请来 立刻看 考考你 那时候还没有绕音机 立刻就叫我进去播音室 讲半个小时 做惯戏就是自己编剧 很容易讲半个小时 五六个电话都响了 今天这个人说得很好 明天还有没有一对网 李岳枝台长的经理 跟我握手 李先生,你将来一定成名 我很坦白 我成不成没有其次 我现在找饭吃都没有 就知道你明天上班行不行? 我说行 我就上班做了 叫我讲古我不讲古 我讲现代小说 1945年和平 1946年在枫横电台讲 广州有十个电台 我们都是民营电台 虽然说民营电台 但是有政府支持 我们都是张法辉策业 我初初进去的薪金 是少得可怜的 初初叫我进去的时候 我只有八十万 八十万之后 港币六岁元 今天出粮的明天 只剩下一半都不定 所以说了一年 我已经全家全巷 省港澳市乡 都是收我 只有一把声 那个台长 即是老板 姓李的李岳枝 他跟我说 我明天不请你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现在十个电台都请你 过亿元亿元地请你 我怎么请 我说不是 你带我进来电台 我有了这条路 我才有生计 随你给 他说这样 那我不给人工 我说不行 我吃饭 他说这样 我和你分不分 怎样分不分 我那两个半钟头 他说在你的广告里面 我分百分之三十给你 我那时候很棒 我说你脱不脱皮肺 不脱 一个先脱皮 不脱 我每段广告 那时候叫基数 基数就是收港元 大人都没人相信 他说我分百分之三十给你 你满不满意 我说如果你不脱皮 我就满意 他说每份广告 八百八十六元港元 八五折的 即是七百多元 当他七百元算 我每个月 已经货万万的人 匡西奇才 永隔天空 商业电台通别 我们的宗师 你我 我从二十五岁起 就做广播事业 虽然我退休 都完全没有退休 我退休之前 人工都挺贵的 全香港最贵我的人工 但是现在 人们问我 来客串说话 要不要钱 所以很多人找我说话 因为我不用钱 我读博斋 很喜欢写文章 我写完文章 既然有贴堂 我的老师是前清 最后一个韩南宫 叫做陈海鸣 海泉国海 我老师很疼我 但是他很聪明 对我都挺好 所以我四书五经 全部能读齐 我懂得念 但是我好记性 我现在都略有记性 问我的东西 我不用想 又不用抄书 我可以告诉你 走难的时候 我暴行两个月 零二十八日上广州 最后我一路走一路 一路洗愿 每一路都被我洗愿中 我说 如果我有命回香港的话 现在没有民航机 我一定要搭民航机回香港 最后会被我搭 我是广州人到香港读书的 我很想念香港 只有两架飞机 只有两架飞机 是民航的 先前没有民航机 全部能用 一架就是空中行工 一架叫做空中霸士 我坐熟了飞机 我问那些飞机员 我说为什么做空中霸士 不叫霸王呢? 他真的回答我 很有趣 他说我们老师很大吉大利 霸王就别机 别了机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空中霸士 那时四个引擎 你猜有多荒谬 四个引擎 我坐在这里 下雨就有水滴在脚上 话说回来 都挺安全的 我没有时间定开 够人都开 十几人就开 那我就坐在飞机 说就说 整个小时 其实就不用 在天下飞机 在天下飞机 那就到香港 其实十五分钟已经到 扮手足 入境证 那时候还没有身份证 扮入境证 那时候都挺贵的 六百元 港元 为美金六六三百六 三百六 三百六 七百二 每天七百二 另外我还租一间长房 在雪藏街 环草街 的外边 以前不让人住 他φο 有些什么喜事 师傅 杉iot 我在环先生 读习 上雪藏街 天气 Тогда坐上石墓 每楼里 布姆盛 有一个穿西装奴才化的中国人 他说,小孩,你坐着干嘛? 没事,我坐着休息而已 这里不是休息,不是休息 走走走,中国人不坐下 我很生气,我说你是什么人? 我不同,我怎么同,我是中国人 但我高等过来 当时年少气晴不敢打他 我告诉他,终于有日 我们中国回到香港 我买了你的酒店,迟了你 那些人迟了工 我又没有能力买一间酒店 不断说而已 我成了名在他酒店居住 我问那个外国经理 我说,多少钱一天? 他说,很厉害 150元一天,很厉害 我租两个月 租两个月? 我不买折扣 你就继续31天 有时30天寄给我 他说,不用,我计30天 154,500元一月 李我叔不但记性好 而且还学会冤薄 当年推出四本 李我港股系列作品 长进技术多年来的所见所闻 我每年出一集 由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是何生跟我写罪 写卷手语 第四集 他说,我没有空了 不想写了 我又不勉强他 所以我对何生很尊重 何生,我也叫他老师 那次,陶杰说 现在很少人叫何桌子 我不是 普通叫何桌子先生 间中有一两句 就是大家讲话 何桌子 何先生 是我老师 他虽然大我两三年 为什么我叫他老师? 我虽然走遍大江南北 他走遍全世界 你是不是我老师? 现在我都很尊重何先生 除了全世界的电台叫我说话 我要钱之外 商台叫我说话 我完全不敢爱 为什么呢? 我在这里出生 何先生 我叫他做何老师 所以我就不敢要钱 现在很多人叫我 我都不敢要钱 为什么呢? 现在我爱钱 我都不敢要钱 我既然全香港最贵 现在是叫人家 说到既然十分一 人家都不肯 所以我说不用钱 不用钱 是这样的 我喜欢就要说 不喜欢就不说 我认识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外公是太医 教了我妈 医博圣上 我都叫做懂 我个老师教我 诗词歌父 没有老师的 我自己学 我八岁学音乐 吹弹打唱 依博圣上 诗词歌父 说话就出 错不错 我不知道 总之我说 人家都说牙链好聂 因为大概我生性 气性几好 所以很多人问我这些东西 我现在都未曾老人痴呆 我学过是乐曲 诗词歌父 写出的乐剧 是乐音的唱曲 所以我最欣赏 邓碧云未死的时候 在幕前在台书说 他说 现在的人唱歌 我知道他唱歌 但是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我唱的 他不懂我的东西 他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他也不想知道我说什么 所以各有各的好处 乐曲的歌词 百分之九十 是写得漂亮的 诗角仙 马思僧 诗角仙 那些胡不归着 亭酬仗 义妻良 枕难 鸳鸳燕 这些是好的歌词 从事广播行业 超过半个世纪的你我叔 不断培育后辈 对有意向广播业发展的 香港年轻人 有意向这番中谷和提点 我以老前辈的中谷 凡是说话 不要到别人的奸任邪道 一定要到别人向善 这都是我充心鼓励 我还有一样东西 现在很多青年人说话 随便不是雅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香港恒生银行 这六个字 我不是个个 很多个不正的 香港恒生银行 你唱不唱歌 我们去香港 我上去香港 这盏灯很光亮 我想上广州 下来香港 全部都吊乱了 这些我希望他们改正一下 你做播音的人 应该是行先人一步 除了道云向善 你的口齿要灵你 香港恒生银行 你都说得出的 我希望这些 自己自念一下 回去学 学好粤语先 才说得出的 所以我就 两个希望 希望鼓励他向善 希望他改善口音 匡西奇才 永隔天空 商业电台通别 我们的宗师 你我 东华三月 我一来香港 我已经捐了六万 那时候 1949年捐了六万 我想都好像现在过百万 说出来好像很沙尘 那时候 1949年 我每年过百万 我在黎德夫声的时候 除了人工 我的人工多过港督 我那个时候 那些广告 一百元我就七元 另外黎德夫声 每个月收十元 政府收元 变了九元 我收两毛钱 我最初下来的时候 黎德夫声 就说 一万户 因为他们要跟我分分 你一定要给我知道 九千六百七十二户 我永远记得 我一下来 第一个月 四万八千六百八 那年里面 已经六万八千多 你跟我计计 每家机分摇 只要分多少钱 那时候 有十几万广告 我一万分七百元 另外 我的小说 卖版权 一万元至一万二元 我是不是每年 找过百万呢 所以 那些人说 你也捐些钱去吧 你我先生 那时候还没做女儿 我叔叔 那时候只有二十多岁 我说 好啊 捐多少 有一个 是东华三苑的董事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 对我很好 他说 你起码捐五六万 那我捐六万 我立刻写支付给他 东华三苑 于1870年创立 使命是 救病请毅 安劳福康 轻学育才 扶幼道清 我是萧商女士 各位听众 昨日说到 你记不记得我这个开卷语啊 如果我选这个歌 能够引起这个共鸣呢 请用手机 发一个短信 到哪里啊 50881903 撥出五文 支持东华三苑 多谢 此时此刻 有谁共鸣 匡西奇才 永格天空 商业电台通别 我们的宗师 你我 各位听众 我和你们 维教了很久了 我硬碎退休 但不过退而不休 时时都还在电台啊 电视啊 电影啊 报馆啊 都是 客串下 就是人家给面的 我就是你我 他这个名字是很辛酸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说无父无母 无兄无弟 无子无媚 无妻无子 所以当时他们要改魏名 他出来行走光芒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人们问他 喂 我们现在兴魏名了 什么名字 我说 我姓李 他叫我 李我 喂 那不是名字 他不是名字 就是名字 但那个期间我还没认识他 我还没知道有个叫李我 那时候又是兴魏名 我要改魏名 怎么办 你这么丧 萧商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我姓萧 很多人叫我萧女士 或者萧商姐 现在电台 因为我年纪老了 伤衣或者萧商衣 我都这么叫 很亲切 大家平时向李我叔 和萧商衣亲切问候 除了因为他们两位 是和安可亲的长辈之外 亦因为两位都是图里满门的 著名广播人 电台开班 请人进来 是我做主音教师 还有那时候有间中联电影公司 他又收很多学生 又搞播音班 又叫我做主音教师 所以我很多学生 整天整天很多人 诗人又拜师给我 说出来好像很沙尘 我的学生徒弟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有些我直接忘记了 跑来叫我老师 我也不知道 有些走回来 我说我从美国回来 你是我师公 我问你是谁徒弟 他说我是谁徒弟 那就是了 现在很多很多 我都不记得 我不敢训练 因为当时电台 也曾经试过有一个时期 是卖报纸说请人的 好像现在陈慕言 还有黄天朗 梁晓峰 梁天雁 那些很多很多在那里 那时候 几千我记得 我们都做艺员 都帮手拆信的 拆完信之后 最终拆了 他们只有20个 现在他们这20个是精英来的 真的拿着稿 马上可以说话 我那时候说话 是没有稿的 我和李 我都关灯说话的 为什么要关灯呢 让自己的精神集中 就是不会分心 但是人家问我 喂 小心 那你卖广告你又怎样 我说好奇怪 我拿着电筒 那那个控制员在外面 他打灯进来 知道卖广告 我用电筒射出去 那我就收了 然后他卖广告 然后到他再要说 我开始说的时候 他就斩灯进来 那我就再说了 我关灯了 不看稿的 那博音小姐坐在旁边 那控制员在外面 就像现在那样 隔了玻璃 李我叔先后任职 广州风行电台 澳门六川电台 香港黎的呼声 最后加入香港商业电台 这个大家庭 一直到退休为止 而电台就是李我叔 和商业电台已故创办人 何佐芝先生 建立深厚情义的地方 何佐芝 我不认识他 他就在美国读书 因为一打仗 他的老爸记不住 他很辛苦做很多事 一回来香港 带着何太太 带着两个子女 即是何奇 和他的姐姐来香港 他本来就在胜利大厦 建了一间自己的公司 有人介绍他 跟罗宝博士合作 澳门电台罗宝博士合作 《公商日报》的广告主任 说 朱姝 你回来做电台 为什么你不找李我 李我一定会赚钱的 李我 谁叫李我 出自找到康天梅 康天梅就走广告 跟他很熟 他说你懂不懂李我 他说这部门声 我在李特夫星和他做同事 我找他也不行 康天梅来找我 那时候没工作 我开了一间药材店 自己准备 不做播 不知又找我和何佐芝相见 我和何佐芝先生 好像很有缘 一说即合 我和他说过 我说我和你合作得 他说罗宝博士很喜欢 但是我和何佐芝博士合作的时候 我拖脚走 他说为什么 我因为说我说话 说那个招牌 又得罪了澳门的新商 所以我就走 我问何先生 你怕不怕权贵 他笑一下 看又怎样 我都不会怕他 突然就和他合作了 合作了不久 他申请商业电台 他说留住我 我支一半人工给你 行 我说随便我有饭吃 我一路打他工 打工打到55岁 我又25岁打他工 打到55岁 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 我就和两个人合作 两个都有个字字 一个是李岳枝 风行电台 一个是何佐芝 我曾经有在杂志 也有在我的播音生涯里面有写 我人生有五老 第一个老母 第二个老师 第三个老婆 老婆是我背后的女人 第四个是老板 李岳枝 第五个又是老板 何佐芝 我人生有五老 所以我这件事 做播音是最难忘的一件事 李岳枝人生当中的五老 除了包括两支之外 还有就是在人生路陪伴了她 走过70年的太太 萧相依 而两位的爱情 就是在电台开始萌芽 说起来都是四几年的事 刚刚打完仗 打完仗 我还要回来读书 我爸爸也很有知识分子 他说你那时候读读一下 打仗没得读 不如回来广州再读 那时候又考真光 又考很多家 终于收了我 那时候我开始读高二 一路读完之后 读到高三 不举业 那时候我们出来要找工作 因为家庭环境又不太好 没有可能读大学 那时候考入去 初初做一个小学教师 做小学教师 那时候真的惨了 那时候的学校 涂工阴体都要做 那怎么应付呢 很辛苦 我住广州 去东山上堂 只行路都行八个字 当然不舍得坐巴士 那时候的巴士 我说真的 你不知道它的名字 叫做加拿大 那时候在广州 为什么叫加拿大 因为是加拿大出品 所以它的名字叫加拿大 后来有人说 什么加拿大呀 小商 我说不是 是巴士的名字叫加拿大 那每天来回巴士很多 后来呢 刚刚风行电台 说请播音员 我说咦 想想 去试试也好 一听闻它的人工 又是八十万 那时候我们六十 当年你我八十万 我们做播音员只有六十万 一试 那麽又是台长李岳之 咦 何小姐 OK 你那把声 那时候不是说OK 你那把声都行 我试试 那开始在那里做事 我最记得那时候 不知道第几天上班 我就上班 那台长李岳之就说 喂 何小姐 那时候他们很流行叫小姐 他不是说叫我的真名 你给我交分信给李岳 啊 李岳 哪个理我 一会儿你当班十二点半 那个 那个文艺小姐 那个李岳了 我说理我 那时候我还没认识他 因为我上了几天工 还没当过他那班 那后来一见到 哇 第一眼一见到李岳 我现在形容他的样子 你猜是怎样的呢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一脚搭进来 穿到黑胶丑的唐装衫 那时候黑胶丑 那时候黑胶丑很阔的嘛 腹脚又阔了嘛 那人是先锋道骨的走进来 哇 啊 我这个就是理我啊 那麽不得的 即是已经对他的印象非常之益了 后来我说 喂 你是不是理我啊 台长叫我交通信给你啊 匡西奇才 永隔天空 商业电台通别 我们的宗师 你我 又说那时候 你猜我们做Elancer是怎样的呢 他那时候 初初就说半小时而已 我初得上班 他也是说半小时 那时候他那些广告 一百个字一段广告 你现在用Stuff Watch试试 一百个字看要说多少秒钟 一开始的时候 我上班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红了 那个广告纸 一定要我们Elancer说完 但是那时候 很简陋 一张桌 一个麦 他说到就不肯收口 那就到我们广告时间了 搶麦 大家几乎搶麦 喂 被手势暗示 到我了 到我了 后来突然到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播音小姐 这些广告 外面的电话 响过不住 喂 我卖广告 为什么我那些广告 不出到街 那样 后来呢 一路他的时间 太红了 多人卖广告了 从这个视频来说 后来我转到国华报 去做事 谁知每个人的音小姐 说不完这广告 于是呢 特别聘请我回来 单纯是说你 我这个节目 那时候我很开心 人工当然很高 只是说他的节目 我说得快 可以说自清自赞 口似凌厉一点 能够说完 和那些字音要正 就不为你 所以那时候的广告 他很厉害 那些广告 你要怎样呢 要登记 排期 才轮到 受他在电台说话 我这个情绪院 我这个是亚洲汽水 没期 下个月 15号开始 要这样的 所以那时候他很红 欣超 那么多钱 很可能 那时候大家 我做播音员 他做讲述员 大家见面见得多 这首歌是林海峰在1995年 制作的广播剧 《天空小说》的主题曲 创作背后其中一个意义 就是向商业电台 一班前辈致敬 所以剧中人物 都是以这班出色播音人命名 例如《翠碧》 《黄天朗》等等 而主题曲更加名为 《你我》 抗战期间我找饭吃的时候 编剧导演小生 全部写广告都是我个人做的 所以这样不是我 这样令到我个人的思考灵活 令到我每天一定要看新闻 直到现在 今时今日都是 我在新闻里得到的灵感 得到编剧的资料 所以我很大胆地在《欢迎电台》说 就是说我自赞的小说 李我叔以自创的天空小说 这四个字 就是因为我买一套小说 叫做《烧月白》 本来的名叫《欲言》 我买了给任户花 任户花是电影编剧 又做老板 又是《红绿布》的老板 他又写小说 他说 你我 我未曾跟人买过小说 我就是你第一套 在中环金门餐厅 他说你肯卖给我 我说行 你要多少钱 我个人都叫做先生 我先生不要紧 你要给多少钱 我就要多少钱 因为你是老前辈 小说的老前辈 他有一套叫做 《香港杀人王》 那时候好行 我说随你给 他说在新转银庄 《烟仔纸》 挺简单 他说 知秀道 任户花先生 买你我版权 《欲言》 一套 给我看 一看 他说你看一下价钱 吓死我 六千元 他说我拍几集行不行 我拍十集行不行 我拍十集行不行 因此我跟他结完 先生和我很好 他说你不要叫做文艺小说 你在天空说广播 所以你就天空小说 是你一个人 所以我天空小说的词 是我的恩 李我叔拥有无尽的创作力 和与生俱来的广播天分 至于作为他的太太 萧相依经过丈夫的悉心教导 和自己的苦练 后来创出《倫理小说》 这一类新兴题材 节目推出之后相当受欢迎 萧相依也被冠以《倫理小说》之母的称号 那一说就很久了 是五四年的事了 五四年为何呢 那时开始 何初子先生和澳门六村电脑合作 那时开始在报纸买广播 某日我看了 那时我已经做了妈妈了 自己心想 嗯 我每天照顾孩子 又有工人 没理由 我会冤枉自己一生 我觉得自己不甘心 那他日日上班 但是他上班 我都不会很清闲 我每天跟他写稿 每天说完他的东西 我写出来 第二天登了报纸 但是那时我觉得 哎 为什么 除了写稿之外 那不是常常对着他儿子的 一看一看一看 那张报纸 咦 请了一个讲述员 但你一定要写一篇小品 你将来去考试的时候 就说回这份小品 这个大概都是二三千字的 自己写了之后 就寄信去吧 有回信 叫我去试音 考试 死了 那时怎样呢 我心想我说什么呢 因为日日听到他说 于是我灵机一蹤 用理我方式来说 才行 用回单人讲述 初初去到的时候 我都很害怕 但是入到播音室 千几千人口 我果然得到 欢喜到不得了 好了 后来都不知道 是何庄子先生做老板 要我签约 那时我记得签约 每一天十元港元 拿着份约回来 我那时不告诉老公 我静静去考 不告诉他 也不行 糟了我怎么办 叫我签约 那如果以后要整天说 我怎么说半个小时 我现在说几分钟 我就说了 他说你糟了 事前不告诉我 于是和我去见那些负责人 原来一见 是康天培 林国佳 和何先生 原来懂的 他说不怕 试试 但是签约约之后 回到家里 慘了 你要开始练习 苦练 一定要练 给我一个 寫25个字 你说半个小时 25个字 我怎么说半个小时 练 练 静静躲在房上 练 终于 因为我签约了 都要去上班 那时候我记得 就在六宫楼 即是六宫器院 308 他们有一个studio 我们每天在那里录音 当然叫他陪上去 但是我说 你不要让我见到你的样子 我见到你的样子 我就害怕 终于 苦练苦练 那也算是OK 一说 好 那时候已经认识了何先生 后来商台 我又跟着在那里做 但是那时候 由开始 我都是叫做伦理小说 即是讲家庭伦理 沈母 婆媳 兄弟 子母 那些 我那时候的节目 都叫做 挺好 所以我能够 一口气 讲17年 完全没有改动过 这个节目的形式 我是注重家庭 社会里面 当然由个人 跟着家庭做起 你才叫做国强 如果你的家庭不和 整天沈母吵架 你如我诈 那怎么会有国强呢 所以我当时 着重家庭伦理 多数是家庭伦理的事 婆媳 兄弟姐妹 有些为了老爸分身家 又吵一餐 那些 现在的人 他们说 现在不同时势 哪有学 你们那样古老 现在我想想 年纪大了 我觉得 封建时代 你说他不好 但是好 好处是什么呢 当时说 触门对触门 这个真是真的 你会不会一个 素佳的 高职的人 你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他 所以 人们说触门对触门 你说他不对 太封建也是不对 有多少对的 现在我们误到 有这样的事情 但最紧要 现在做人 拿出良心对人 向前 明天是好的 荒西奇才 永隔天空 商业电台通别 我们的宗师 你我 东文三这句 真的很多不收费 而且我记得 很早期 商台刚刚开了 第一年的东华三院 记得当时 在东乐器院筹款 你我一个人做私人 我 你眼 丁英 三个人唱票 我们唱到四五点钟 那时 十几万很厉害 很多人送肉器 有珠宝 有鸡蛋 有给你我 补气 补声 全部拿出来移卖 所以当时 我们跟东华三院筹很多钱 所以我认为东华三院 真真正的 是为香港市民 东华三院 于1870年创立 使命是 救病请毅 安劳福康 轻学育才 扶幽道清 我是萧商女士 各位听众 昨日讲到 你记不记得我这个开卷语 如果我选这个歌 能够引起这个共鸣 请用手机 发一个短信 到哪里 50-881-903 撥出五元 支持东华三院 多谢 此时此刻 有谁共鸣 请订阅 请订阅 多谢 多谢